你关于谈感情的事情 我再跟你说一个道理 你自己去体会 大家也可以去体会 你知道人是擅长总结经验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例子 我们从头开始 我假设说你刚开始谈了一个恋人 说这个恋人性格特别的开朗和外向 那我请注意了 开朗和外向背后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你这个人不细心 对不懂得关心 我不知冷不知热 那这时候如果你跟他分开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那注意啊 你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他有没有缺点 有 他有没有背后不好的东西 这人一点都不浪漫 一点都没有去 那你这个分手了 你想找一个干嘛 有趣的人 那你有趣的人 你发现他有没有别的缺点 有 那你就找吧 最后你会发现 没有一个你是可以满意的 好了 那注意了 我们不光是谈恋爱 是这样的规律 你要去读历史 你看历史是不是这个规律 你看每个朝代的更替 是不是这样的 上一个朝代 我们总结总结 他有什么问题 我避免一下 避免了那个问题 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一朝又一朝 一代又一代 所以呢 刚跟大家讲完这个之后 你要从里面 清楚的认识的认识你自己 什么意思呢 你清晰的知道你自己主要的要什么就可以了 只要满足那个主要的条件 其他的东西你不能求全 因为没有 不知道呢 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学习 让自己认清楚就好了 不再向外寻求了 是的 因为你向外寻求没有用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会发现你经历了那么多 你依然没有办法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因为你不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 你看咱们很多年轻人也是啊 很多人说 着急谈恋爱呀 有很多父母 特别着急让孩子 赶紧找一个人 其实真的不必要着急 如果你自己不能清醒的认识你自己 你不知道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你随便找个人真的会好吗 会 不见得 所以说越是这个样子 我们越不要着急 你就安安静静的先去学习 先调整好你自己 那就像这段感情也是一样 你要学会顺其自然 当下你还不能做抉择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做抉择 你就等待吧 好 一个是等待时间 一个是等待事件 一个是等待自己的成长 你看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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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